过去已经过去了 对未来不要存着一种幻想 那个都是不实在的 所以为我们现在老实念佛 那么这样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它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个是一个 机历我们要把握现在一个公案 所以古人说佛在世时我沉沦 经得人生活灭度 懊恼 自身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生 就说佛在世的时候 我就不与佛同事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要见佛听闻佛寡 佛已经灭度了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办呢 啊就是 迷途现存啊 因为你这个极乐世界还有一尊阿弥陀佛在吗 你念佛 今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亲近迷途啊 花开见佛勿无声啊 是这样 那么这个说法 我们刚才讲的 就说呢佛 对极乐世界人民说法 那么人民有分成环乎众生 有声闻有菩萨 这些种种不同根气的众生 那么佛在对他说法的时候也是一样 对观其多教 对 那么 彼人受教所见的佛就是有 化身 寡身 报身不同 是这样 所以是怎样 各水积荐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卑序呢 就这样子讲完 那么我们从这个卑序呢 我们可以看出 信 愿 写 三种资料 例如说 这个我们刚才讲 有世界 名曰极乐 歧途 有佛号 阿免陀 佛 这两个有呢 还有 现在说法 就让我们的 劝信 升起这个信心 其次呢这个愿 世界名曰极乐 就是我们要新求极乐世界 要愿与说法 愿 就是欠愿 那么佛号阿弥陀 就是要劝我们 我们要 慈敏妙行 所以是信愿行 从这个卑序呢 三种词两有巨竹 这个地方呢就是 以一卑序 近 接下我们就是要看 甲二 就是 正宗昏 好 正宗昏呢分成三颗 出 广成彼徒 一正妙国 以起信 二 特劝众生 应求往生 以发愿 三 正宗行者 只此名号 以帝行 所以这个正宗昏呢 他所安排的 就是什么呀 三颗就是 信愿行 还是不离开这个信愿行 这三资料 我们对这个信愿行呢我们 用这个我为大师的华语呢来讲一下 这个信愿慈禀嘛 信愿行 是我们本经的要旨 就是他的宗旨 那么信愿呢是为会行 慈禀为行行 所以这个信愿慈禀都属于行门 所不同的呢 信愿是什么是属于慧行 这个慧就是什么 指这个礼观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众生呢好比是 水 阿弥陀佛好像是月亮一样 那么这个 水清月现 要是水浑浊月就不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水清呢 是我们众生要礼观 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们在离命中的时候要信愿不颠倒 这个礼观呢很重要 那么这样呢你礼观能够清晰 信愿不颠倒 那么这样所 显着这个月亮呢 阿弥陀佛呢 就来见你往生到极乐事实去 好 那么慈离为行行 这个行呢就是指这个四慈 这是那慈活名号 那么这个慈活名号呢要怎么样子 呃 慈得好 好 这个 套用这个阴光大师呢 他讲说 多色六根 近念相聚 那怎么样子 达到这个多色六根 就从三根下手 所以你念的符号呢要清清楚楚 你听的符号也要清清楚楚 你心呢 认个符号也要清清楚楚 从这三根下手呢 你就能够达到都色六根 是这样的 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活在寺的时候 有一个比丘啊 他经常在这个 这个树林那边打坐 树林的旁边有这个水啊 但是呢他虽然是很精进的用功啊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打坐呢 听到这个鸟声 眼睛就看 这个 这个雨呢在这个水中呢 游来游去 有一个声音 他也看这个水 那这样子定能够修得好吗 绝对不行的 所以修了十二年了 修成就这个 禅定 禅定不成呢 他这个思维这个佛法力量不够 所以他不能够成就道业 所以非常的苦恼 就想要还俗了 这个时候呢佛呢 他是显现了 一个比丘的身份 到这个 这个 比丘呢 这个地方呢 他坐下来 那刚好呢 有一只 乌龟 乌龟 从河 爬出来 那么这个树林间呢 有一只 野杆 野杆就是 比狐狸还要小 这类似狐狸 一看到这个乌龟 他马上冲过去 要吃这个乌龟 乌龟呢就把他头 把这个 手脚还有尾巴 就把他收 收回去 那么这样呢这个野杆有耐性 在那等待 等待了一两个小时 天气会很热 怎么样 他就离开了 那一离开啊 这个乌龟呢就把这个 头脚 把这 全部都伸出来 慢慢的又爬到他要去的地方去 这才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跟这个比丘讲了 你刚才还没看到这个乌龟 那么乌龟呢你看 他就能够收他的头脚 还有这个尾巴 来保护他自己 我们修行的也是这样子 要用多色六根 让我们保护我们这个 道心 这样才能够成就道业 心才不会随境转 所以这个 比丘呢 听到了 硬化这个比丘呢跟他这样子说 他就什么 什么声音呢 他都不去理会他 就是专一心伴道 这样子的 不久呢就什么成就道业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行那么不容易呢 因为我们实在说的 我们实修也少 而且呢是怎么样 外面的环境又複雜 所以你看内因外也都不具足 我们修行怎么会有消息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 随着因缘 所谓的分离一分缩获 修行有点点滴滴的 要栽培这个定律呢就是要 老实的 打众 一天年就做两支箱 那么你打完座呢 就起来惊醒 那么这个惊醒呢也可以练佛号 练佛号呢 我是觉得说在惊醒的这个当下呢 采取祭祀的 在打座呢做中修 尽量还是不要技术 还有连在这个 开车的那个也不要技术 那个鼠来跑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在认真的修行的这个当下 我就认真的练佛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技术呢 就是说你的时间啊 你要这个用共生你要自己去控制 所以我今天要练一千生 我就是要练完一千生 对不对 我不做其他的杂事来练完 这个数目字 我就老实用惊醒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千生火号 就踏踏实实 这个火号有力量 所以这个 这个数数目字怎么数呢 例如说你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呢 刚好是练完十生 你就播一个练珠 那么从那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练珠 就是十生 你播完这五十个练珠呢 就五百生了 这是一种非常踏实的练佛号 那么你 比如说你在山上惊醒 我刚才讲是一个固定一个地方 那后来呢 你就工夫要 老练了 用目测的 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他的距离呢 刚好是练十生 我就怎么掐一个练珠 所以你这个练珠回来呢 哇练五百生 我不但这个身心粗畅 我还练这个佛号 练完以后呢 当场 回向 那么你走过的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一些众生 当场就练功课做完以后 回向给他 解大反省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们提上一个口号 123 什么是123 一心一意 就是一 二呢 就是一天 要由 早晚柯医师打坐 那什么是三呢 就是你 就是要惊醒 有三次 你这个打坐有两 两次嘛 打坐完以后呢 最好是起来惊醒 那个时候他正是在 这个什么 祭祀 所以你一天能够 123 你修行绝对能够 成就到 要兼职123的这个连者 好 所以 这个我们这样看信念跟慈禀 所以这个信念是非常的重要 他是礼观 所以得生与佛 全有信念之有无 品位高相 全有慈禀之深情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所要条件 看你这个人 礼观 有没有 清晰 你礼观清晰 对不对 这个 不为儿女 家庭 事业 盈利 财产 所牵伴 我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信念 绝对不改变 你这个人保证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呢 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要是你还是牵伴你的事实的事情呢 你这样怎么往生 没有办法 因为你 你那个水不清啊 那月就不限 这是一种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常法 就是这样子 你这样子不能够达到感应荡交 是有感有益 你没感情能够印阿弥陀来接你 这个本来就是一种 我们说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这个礼观呢 靠我们自己 我们平常就是要什么 难舍能舍 能舍就是你的福报 要有这种之间 如果我宁可吃亏 我不要占便宜 舍舍舍 舍到最后呢 到一半就能够 全部通称放下 要这样 要这样 就是平常 培养这些 这不是资料 就称为信愿的资料 刚才我们说恋佛那个是怎样 行本的资料 就是平常都是要 去栽培 所以 顾会行为前导 行行为正修 如目主 并并言 这个会行 信愿呢 好像是我们的眼睛一样 那么行行 这个双脚 我们从这个地方到达目的呢 一定要有这个眼睛要清除 那么还要运用这个脚呢 才能够到达目标 你缺一个都不行 我有这个信愿 但是我 有这个眼睛 但是我不靠这个脚呢 或是开车 到达目标 你才能够到达目标吗 所以这个 目主呢就是病病 信愿行 缺一不可 好我们来看到 乙医 广城 笔图 医正妙 伯仪起信 分两颗 医报庙 正报庙 丙医 医报庙呢 分两颗 征事 还有广事 我们看到 丁医 征事 乌医征 赵宗 赵宗请何掌 实力佛 笔图 何故名为其乐 好 这个 真呢就是问 就是佛自己提出个问题 来问 社利佛 为什么 笔图呢 称为极乐世界呢 是这样 这是一个问 接下来呢 物二 这个解释 分成两小颗 出呢是 曰能受用事 二 曰所受用事 今出 看到几一呢 曰能受用事 这是能受用的人 受用的人他就是有 怎么样呢 这样独死的 没有烦恼 快乐 所以称为极乐 我们看到经文 请合掌 其佛众生 吾有众佛 但受诸乐 互秉其乐 情况上 那么 极乐世界这个众生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有凡波 申闻圣 还有这个 无上 还有佛 这样 他们是没有 没有苦 那么我们说这个苦呢 我们说有八万四千这个 烦恼就有八万四千的苦 所以这是称为众苦 那么极乐世界的人秉也没有这些众苦 但受诸乐 所以称为什么 极乐 那么这个说佛世界 死云是堪的 死云是堪的 就是说我们 苏佛世界当年无体的众生 堪受一些 一些苦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称为什么 苏佛世界 习惯了这个苦 才会生生世 转转 生死 流浪 对这个苦不觉得苦 反而习以为常 我已经习惯了 我这个生生世的境界 已经是无量 无边 太多次了 对这个苦没有什么 因为习惯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习惯在这个 苦的这个 这个地方 继续去受苦 那么苦呢到底有多 怎样的苦 我们现在用三苦来说 我们在第一课 叫其所因 十译当中 我们介绍了第3译 这是 激阳生死繁乎 应其心厌顾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用这个 八苦 来介绍 诸苦 我们这个地方 用三苦来讲 那么三苦呢就是苦苦 坏苦 贤苦 所以说 这三种都是苦 第1个苦苦 本质就是苦 比如说我生病 天灾来了 坏了这个家园 我的房子倒闭 生死轮回 这都是苦 本质都是苦 对称为苦苦 那什么是坏苦 比如说八苦当中一个爱北离合 我本来是一个原版的一个家庭 大家在一起共居导都很快乐 途中你儿子要去当兵 你就觉得依不舍就会苦 或者说无缘无故呢 你儿子 去世的 车祸 你就是苦了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是无常变化 到了现在 本来是安乐的境界 到了今天 无常所破坏 苦爆来临 这时候感受这个苦 称为坏 它本来是美满的 安乐吗 这种快乐的境界 但是呢 现在呢 却变成是什么 烦恼的因缘 这个称为坏 所以谈到无常变化 那么这个我们收获世界有为坏都是 无常变化 所以就是坏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去追求无意快乐 但是无意快乐的背后呢 常有什么 毒药 因为追求无意快乐后来 而得到什么 苦爆 这个也成为坏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公案 就是说 有一个 长得非常美妙的一个女众 那么这个敲门呢 那么这个人呢 打开 看到这个 很专业的一个女众 这个女众如果想要进去喝个茶 这个男众就很高兴就让他进去了 因为他看那个穿着啦 就是 不同一般的繁复 这种华丽 色色又很专业 就让他进去 很欢喜心 后来又第2个敲门 一打开 看丑女 长得穿那个衣服要怎样 就是破破烂烂的 那不让他进去吗 他说不行啊 我姐姐进去了 我妹妹的一定要进去 我姐妹是不分开的 那么这个人说好吧 那你就是 睁一只眼睛 闭一只眼睛 都让他进去了 然后就是 这一个人的作为是这样 同样的 发生在别人的事件 敲门 你好 也是刚才第1个是长得非常美丽端庄 就让他进去 第2个呢 敲门 也是长得这个很丑陋 我一定要进去 那这样好了 两个都出去 我都不要了 这是比喻什么呢 一个是一般反复的人 一个是我们修行的 因为无欲境界夹杂 毒药 所以无欲境界国不可取 你就不会说这个苦报了吗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就是 在谈到这个 这个 松脯世界 就是有坏苦 这个无欲的背后就是有隐藏这个 这个苦的根源 好接下我们看到行苦 这个行苦呢是恋恋千流 这是非常唯喜的苦 一般我们团乎众生 这个没办法察觉到 一定要这个 入圣位 而且有禅定功夫的人 才能够感觉 知道 什么是行苦 那这个行苦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说恋恋千流 这恋恋是指什么 那么这个 这边的行年就是指 五阴 五阴 色受响形式 这个行运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好五阴呢是色受响形式 那么这个色呢是什么 这种外申嘛是四大甲而成的嘛 这是色运 那么受运呢 就是我们前五世 去领纳 外面五层的境界 这是领纳 这称为 受 这是受孕 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言分别 热热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烧开水的水壶啊 我不小心去跟它触到 烫 你这个是什么呀 那种反射动作 就是烫 这个时候呢 我好痛 这是第二个撒那 就是明言分别 有这个什么 明言这个名字出现 痛啊什么要去敷药啊 这些的 这是第六意思的分别 那么热烫 这是受 这个时候还没有明言分别 好这是受孕 那么想孕呢 这个想孕就是第六意思 摸了一趟 烧伤了嘛 手指嘛 我赶快去敷药 这种种明言分别 这是第六意思的 分别相撞 所以前面是属于前五事 这边的想孕呢是属于怎么样 第六意思 那么这个想孕呢对我们众生 特别的重要 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 我们说呢一恋谜 生死浩然 一恋悟 轮回顿袭 比如说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其一恋无名 就这样呢 生死浩然 你还要流转下去吧 但是在这灵命中的这个 撒纳 一恋佛号 不颠倒 轮回顿袭 蒙火皆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就是念力 这个念力就是想孕 就是第六意思 是如理思文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反忽 对不对 那我们能够如理作义 其实我们的境界呢 能够如理作义 跟圣人是没有两样的 你要想看你在佛堂用功的时候 拜佛拜得人的伐喜 这个时候你有环绕吗 没有 因为你的所言境就是 公信心 有一尊佛像 所以你显现这个心就是什么 跟圣人的境界 初实在没有两样 但是你出佛堂 怎么样 那个境界考验 我们要怎么样 心水静转 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就是 心不能够常常如理作义 要是你能够常常如理作义的话 以圣人 其实没有两样的 所以要多看经书啦 多熏习佛法 是这样 所以关心鬼要 那我们在谈到 这个 比如说 那个居士 他的 儿子 要考高中 到了这个佛山 母亲在家说 你就是要怎么样 一心就要想象 我已经考上第一次院 他果真 就考上第一次院 后来以后就想说 我要做什么 教育部长 为什么要做教育部长 现在教育体系很乱 我要整顿一下 这样是好是好 但是他的练力的关系 果真20几年后 他是教育部长 是成就了 但是这个练力要是能够改变一下 我也要怎么样 要练佛号 要修行 因为他家这个成就不同的形态的出现 所以这个练力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六仪式 接着第六仪式来修行 所以我们成火作主 堕坑堕欠 所征止一练间 就是这么一练 连我抵得住这一练呢 就是成火作主一个是多分多欠 这千超万别 对不对 所以第六仪式 如礼作与 这个五印来讲 想并特别的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行运 这个恋恋千流 这指什么说的呢 这是第七仪式呢 这指所第八仪式的见分为我 所以是称为恒省私了 坚持 第八仪式他这个 就是我 恒省私了 所以称为恋恋千流 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破除这个恋恋千流 这种妄想心呢 就是说要破除这个执手 破我执嘛 你破我执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圣人 才能够破我执 为什么圣人要破我执呢 因为他感受到我执的烦恼 脑洞不安 所以这个行命刚才讲的 是辛苦 唯有圣人在定中观察 才能够感受到什么是辛苦 实际上我们帆路是没有烦恋的 当我们帆路听到佛怀文也是到 第七仪式呢 执着这个第八仪式为我执 那就是产生烦恋嘛 但是我们是执而已还没有去振恋 所以我们还是我执 依然是我执 这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世运 世运呢就是指这个第八仪式 这是阿赖业式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的根源就是有第八仪式的 摄持 要是第八仪式离开我们这个五运呢 我们还有这个生命吗 没有 所以这个第八仪式是摄持根深 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还有这个气界 外面这个三个大地 这也是第八仪式所显现的 所以称万华为世 就这样 所以这个 行苦是指第七仪式 十所第八仪式见分为薄 所以我们这三苦是有苦苦 坏苦 还有行苦 以这样的包括 众苦 那么这个 我们说这个常乐我敬 常乐我敬 那么 这是一种怎么样 我们娑婆世界 没有常乐我敬 这是颠倒 极乐世界才能够 称为是常乐我敬 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以不敬为敬 就是为了敬颠倒 这时候怎么办呢 观生不敬 来对峙它嘛 所以我们外表那个 皮啊 你把它剥掉 这个里面就是 欧错呢 雪落呢 龙雪 焦香润 错会常无敬 是这样的这个境界 所以就是 我们以不敬为敬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观生不敬 来破除这个 敬颠倒 好 好第2个呢 这是谈到这个 社运 第2个其实呢这个受 以什么 以苦 为乐 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追求福利的快乐 以为它是乐 其实它是苦 所以这怎么样 称为什么 热颠倒 这怎么办呢 要观受是苦 观受是苦 好接下来想跟行运 这两种呢 是什么 以无常为常 这称为常颠倒 这时候怎么办呢 要观心无常 好接下来最后这个室内 就是 以无我为我 所以这什么 要观法无我 观法无我 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试炼出关 与我们一眼在讲 这样就能够 破除 三苦 就你当身就没有 苦苦 坏苦 辛苦 不受了一切这个苦 那么 就是说你已经 转环成圣了 好 那么刚才是用三苦来介绍 周伯世界的苦 那我们现在呢用什么 苦乐对比 这种极乐世界跟周伯世界 这两土呢 较量他的胜利 应其 辛厌 我们现在呢 我们是举这个 这个慈云灿主 那么他提到这个 蓝义十种 这样的苦乐来 对比 一则 池土油不常 池火苦 彼土无知 而淡流花开见火 藏得清净之乐 如果我们所有的世界呢 要见到火呢 这个 现在的火已经不存了 灭度 所以没办法见到火 那么为什么要 遇到火呢 因为火呢 祝师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举一个例子 那么以前啊 佛在世的时候呢 有两个人啊 要出家 那么这佛在命的这个 摄利佛尊者呢 为他们的什么 替度师 随摄利佛 而出家 修了这么一年两年 都不能成就道业 所以什么 心悔欲能 想要凡属 这个时候呢 这个佛都知道了 就过来 问这两位比丘 你们是各修什么法门 你的师父 摄利佛是怎么教你们的 那么假呢 他就讲说 我师父呢 教我净官 那么疑呢 我师父呢 教我什么主习法 那佛说你们两个 对调一下 为什么要对调呢 因为 这个假呢 他是一个打铁匠 要修这个属习法才能够成就 那么你隐呢他是一个守目者 你要修这个不静官嘛 那你们这个摄利佛反而教他这个打铁匠的呢 你教他修不静官 那你守目的就教他属习法 他这样不相应嘛 所以佛呢改变他们修行的这个呢 这个方法结果不求的成就道路 所以佛注释呢能够官居度教 所以佛注释很重要 好 第二个呢 词徒有不闻 说法谷 彼途 无知 而 淡流 水鸟树林 皆宣 妙法 是乐 所以我们这个说佛世界呢 听这个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上课 你们是有听法 但是呢 走出这个门呢 走出这个教室 又是一种 陈老的境界 极乐世界 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讲堂 听阿弥陀佛 讲听说法 你出这个讲堂 这个 苗也说法 水也说法 树林也说法 你说不离开这个练活练法练生嘛 你这样怎么不能够成就道业呢 最不一定成就的 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差别的这个境界 好 第三者 无恶由 千残骨 而有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之乐 就是我们这个 佛国世界呢 你要 听经 要用功 那么刚好有人来找你 那么这样你的打断 用功 就听经这个因缘 我们说他是恶 这迫害你这个掌养 这个善根 这个来源 好 那么极乐世界他不一样 那么他就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所以 都是什么 大善自私 所以就能够 引导你的 道业能够成就 这个地方讲一个公案好了 有一个人叫做江碧 三点水这个碧 他是南北朝人 那么天性呢 是非常的孝顺 所以 大家都称呼他什么 江孝壁 那么少年说呢 他家庭非常的贫穷 所以白天呢必须要什么 砍坯木头 维持生计啊 晚上苦读 晚上呢 没有这个灯啊 怎么办 就爬到屋顶去呢 随着月光的这个 罩呢 他能够看那个书本 这样子来读书 是苦读 好 那么他呢是深信仁慈 怎么讲呢 那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 这衣服不是不能穿的吗 那么可能他是 很少在洗澡 所以那个衣服都有一些 什么狮子 他说衣服不能穿就把这个衣服脱掉 可是他发觉 破烂的衣服有一些狮子在衣服里面 他怕这个狮子会 饿死啊 又抓那个狮子放进他的衣服里面下去 让他能够 喂饱他们 那种慈悲心 你看 那么后来他这个狮子呢 经过几月了 因为都不咬他 后来有些都不见 为什么会这样 慈悲心所感应的 有这个好人 他在这个 要 食用这个青菜呢 他们对这个青菜不灵跟罚处 因为他这样有觉得 会伤害生命 虽然是菜 他也是个生命 那种慈悲心 所以他是把菜叶 折下来 这样子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的慈心广激与物猎 那后来啊 他官呢 做到这个南汤网的士徒 那么他是教这个南汤网四十五经啊 那么所以他们这个情以身后呢 仁义游弱 后来啊 南起明帝 就是篡位了 那么篡位以后他杀害呢 这个猪王虎 要巩固他的失利嘛 所以他把以前的一些猪王虎一个一个把他杀掉 那么这个江碧呢 跑去呢 很紧张就问这个 宝治蚕丝 就问他说啊 这个南汤网啊 他这个狐厚 不过 那么这个禅师呢 怎么怎么讲呢 就把这个乡乳把它翻覆 灰烬呢 就撒到一桌子 那么就跟他讲说啊 就表示 全皆命尽 无所余啊 就是说呢 他这个 南起明帝 也会杀这个 这个南汤网 听完以后呢怎么样嘛 后来不久 管呢这个什么南汤网就被杀掉了 这个江碧呢 就非常悲痛 啊